全球舆论大动态近在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我是吴学兰 今天是冬至 祝大家冬日安好 每年这一天啊 北方和南方的朋友都要争论 究竟是吃饺子呢还是吃汤圆 这个您自己选 我为您选的是全球媒体的热点 圣诞节本来是西方国家最热闹的一天 但是今年为什么他们的街头都那么冷清呢 我们进入今天的国际聚焦一起了解 我们首先看英国的独立报 还有星期日电讯报都说 现在英国的疫情是非常糟糕 因为英国出现了变异的病毒 它的传播力比原来我们已知存在的病毒 要高出70倍 所以呢英国最新的防疫情况已经升级了 包括伦敦基本上是一个封锁的状态 BBC和香港的信报也都关注到了 你看看英国伦敦市火急封城 它已经到了第四级的警戒 防控那么第四级基本上就是一个封锁机 但是有个坏消息 就是在伦敦封城之前 还是有不少市民呢 急火火的搭着火车离开了伦敦 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是携带着病毒 去了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所以呀防疫追踪又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了 那么再来看美国的CNN英国的BBC 都关注到的是英国和欧洲的新冠疫情大反扑 各国的圣诞节没法过了忙着防疫吧 现在呢不少欧洲国家都很担心 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有一些病毒可能随着英国人已经到了其他的欧洲国家 再来看一下英国的金融时报还有民事新闻都说呢 欧洲多国禁止英国入境了欧盟呢 要召开紧急的会议 没法不防啊 因为虽然说英国已经脱欧 但是从地理位置来讲 他们联系的实在是太近了 太紧密了 人员的交往也很密切 所以欧洲国家呢就说赶紧停飞啊 英国你们过来的人 我们目前是一个不欢迎的状态 防疫第一啊 香港电台还有彭播社都在说呢 你看欧洲多国相继停飞 往返英国的飞机航班 因为现在英国的病毒在失控 但是美国官员呢 似乎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他说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吗 那好我们看看美国今后会不会停飞 来自英国的航班呢 再来看一下欧洲的其他国家 大公报关注到的是 意大利全境进入了红色区域 意大利的死亡性 因为星光病毒的死亡人数 目前是在欧洲排在地 所以呢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 英国的这个变异病毒传播力 更强 我想意大利呢 一定要沿上加沿的进行防疫 香港新报中国时报 都关注到的是美国的疫情 你看看 美国又破纪录了 这样的纪录最好少有啊 日增超过40万人 那么累计的人数呢 是要突破1800万大关啊 天文数字 MC News还有香港大公报 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虽然疫情很严重 可是小朋友们盼着圣诞节啊 所以美国抗议队长福奇 特别温馨的说呢 圣诞老人免疫还可以召开工 他们给一些这个扮演圣诞老人的人呢 是打了疫苗 让他们可以再去给小朋友们 送去圣诞的礼物 但是一定要戴好口罩啊 中国时报 还有雅虎 关注到的是其他国家的疫情 同样不可小事 你比如说你看看 韩国监狱已经爆了群聚感染 尤其还提到啊 前总统李明博所在的监狱呢 也有疫情 那么他现在是和疫情擦肾而过 但疫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怎么样 目前还不得而知 看看呢 日本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20万 东京今天再增556例 所以有些人就担心啊 明年夏天啊 这个东京奥运会还要如期举行吗 我觉得到时候看看疫情再说 这事不急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信报 ABC News 所有关注到什么呢 悉尼啊 悉尼的北部海滩群组 这个感染人数增至70确诊 这个时候还是别群聚了 中国时报联合新网 关注到的是在台湾啊 已经是有首起航空系的群聚 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现在找到了这个感染源 这新西兰籍的一个同事啊 他没有戴口罩造成的 而且之前他已经被传染了 所以勤洗手戴口罩啊 我们再说100遍 100遍也不多 联合新闻网 还有曼谷邮报 关注到的是 泰国暴增超过500起的病例 那么疫情呢 是往曼谷周边蔓延 其实泰国呢 是除中国之外啊 在全球 是第一个来报告新冠病毒 是在今年的1月份 但现在呢 还可能又抬头了 还是要严放私守 美联社商业电台说 南非新型冠状病毒呢 出现了变种 坏消息 更容易感染年轻人 哎 这就让大家 无论男女老幼啊 无论身体是否强壮 我们都要小心防疫 香港新报 疫情进入了次阶段 恐怕持续一两年啊 这个消息真的够残酷啊 所以冬春季呢 要为这个重点人群打疫苗 先筑起一个屏障 再提醒一下 大家除了这个新冠疫苗要打 传统的流感疫苗 也打起来省的交叉感染 叠加感染 新加坡联合早报 沙特关闭海陆空边境至少一周 这也是因为呢 英国传出了传染性更强的变种的病毒 新加坡联合早报又说呢 中国调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这个 冠状病毒检测标准 因为情况不同啊 不时的在改变 所以呢 这些政策也要变 希望大家呢 对此还是表示理解 并且要配合 香港01 还有耶路撒冷有报 我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以身作则 他先打了疫苗 他打的是辉瑞疫苗 我想呢 在辉瑞疫苗已经出现了一些过敏症状之后 他先打 因为他71岁了 他做这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可能以色列国民对于疫苗的信心会增加一些 信报 还有俄罗斯的新闻报 关注到的是什么 特朗普太有意思了 你看 最近一段时间呢 美国有一些部门的网站呢 是被黑了 所以其实蓬佩奥啊 这特朗普的国务卿已经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但是特朗普说呢 干嘛一有黑客的事就说俄罗斯啊 没准这次是中国干的呢 你有证据吗 你这不又胡说八道吗 对吧 我们再来看路透社 关注到什么呢 美国国会议员有可能会支持19亿美元来资助美国一些运营商更换华为 还有中芯的电信设备 那真是为了把中国设备换出去啊 他们不惜再多掏一些钱 其实那些运营商很倒霉的 真的是性价比不好啊 中芯华为多好用啊 香港新报中芯说了 美制裁会损失他们10纳米产能的建设 这是一个不利的影响 但没办法 我们只有把压力化为动力啊 这个核心技术 咱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明报说什么呢 回应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 大家说在美国目前仍然有兽 美国之音 香港南华早报 关注到的是 美国海军舰艇啊 今年第12次航行经过了台湾海峡 这不就是挑衅吗 一个月来挑衅一回 俄罗斯卫星网 关注到的是 你看美国下令啊 海军下令了 对俄罗斯和中国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 那么另外呢 卫星网也关注到了 中国何以拥有在线医疗的独特经验呢 哎 让他们好好琢磨琢磨去吧 香港电台还有法官网说呢 辽宁山东金崎川台湾海峡震慑吗 这个问号打得好 哇 台湾媒体够丢人的啊 明明是山东舰 但是他们认成了辽宁舰 说明他们的侦察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 再来看一下CNN 中国时报 你看台湾自己制的潜艇啊 能够阻啊 解放军登陆 但是长远来看呢 还需要靠美军护台 问题是美军真的能给台湾民进党以安全感吗 再来看俄罗斯卫星网路透社 有专家指出 中企被禁止向美国关键电力公司供应设备 或者已经成了美国两党的政治默契 对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呢 民主党和共和党真是达成了难得的默契 但是这样的默契对美国有好处吗 我看未见得 再来看一下纽约时报 香港南华早报 中国正式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这对澳洲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得赶紧找其他买澳大利亚煤炭的企业去了 也意味着澳大利亚有很多领域 因为失去了中国市场 他们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好了 更多的资讯进入今天的国际速报 我来为您介绍 发光网还有纽约时报关注到 纽约有网关注到特朗普还不死心 他呼吁支持者参加1月6号华盛顿的抗议集会 但难道还对选举程序有信心吗 他这是死撑 香港01还有联合新闻网就说了 再出招吗 特朗普提到戒严 不过幸好他身边还有一些明白人啊 这些人都是表示反对的 另外他还想任命特别检察官 但是他忘了 这不属于总统的权利 这是司法部才能任命 发光网特朗普的律师抗议 YouTube删除他在参院的听政治 为什么删你心里没点数啊 因为你说的根本都是谎话 香港01亚特朗普在报 美媒看文发布特朗普的政治复告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的的确确啊 给他隶属了2020年 以及这个四年任期 他都干了多少错事 给美国添了不少的麻烦 华盛顿邮报联合新闻网 美国形象崩塌了 这是包括皮尤 包括盖洛普的调查公司 得出的一个结论 但是华盛顿邮报看好 拜登能翻转 说实话 这可是任重道远 再来看香港01啊 拜登需要开展一场司法反腐 因为呢 特朗普政府里面 两个部门已经相当乱了 一个是什么呀 就是他的这彭培奥领导的国务院 另外就是司法部 真的需要给他们反反腐 商业电台再来看啊 拜登和墨西哥总统同意 以有序以及人道策略来处理一面问题 头条日报 还有英国的独立报 涉嫌吃药驾驶 以及无牌驾驶 拜登的侄女 缓刑五个月 这可不行啊 你作为领导人身边的人 你应该严于律己 要起好的带头作用 路透社说 美国众院表决 通过将联邦资金延长一天 避免政府停摆 再来看新浪 以及华盛顿邮报都在关注 美国议员们就美联储全力 达成了一个妥协 为刺激法案谈判 扫清障碍 青年日报 关注到什么呢 拜登的环境团队 已经成军了 对抗气候变迁 因为拜登说 他上台之后呢 这个气候问题 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CNBC香港信报 关注到的是啊 你看特斯拉近身的标志 美股市反复 尤其马斯克身家 一日暴增702亿 哇他正好在研发火箭啊 这个速度怪火箭的 路透社 还有香港信报 关注到的是 英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 还在僵持 那英国的这个 内政部的一个高文浩 他就说呢 签一个小型协议吧 这也是个办法 Daily Business 还有自由时报 关注到什么呢 说啊 这个脱欧的过渡期 就快截止了 到年底就没有过渡期了 法国出现了 40公里的车龙骑井啊 车流量创新高 提醒一句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有一些非法移民 可能会混进去 再来看香港01啊 美国计划关闭 驻俄罗斯的最后 两个领事馆都要关了 可见两个关系相当僵持 一个是永久关闭啊 在Vladivostok 也就是以前我们中国说的 海深崴的 另外一个呢 是在叶卡捷林保 是暂时的关闭 我们再看啊 俄罗斯的新 Norail Gazir的新报 他在关注到的是 说俄罗斯现在呢 他的很多的做法 已经让俄罗斯 所有的盟友都丢失了 是不是在给美国机会呢 还得好好看一看吧 路透社和Business 关注到的是 俄罗斯和沙特将继续合作 以平衡国际游势 新浪网说 北溪二号 可能在2021年开始 天然气输送 这对欧洲国家 是个好的消息 俄罗斯卫星网 明斯克周日抗议活动呢 有近百名示威者被捕 大公报和日本媒体 关注到的是 日陆基反舰导弹 射程大增到900公里 香港电台 还有韩国时报 都关注到的是 这个朝鲜的总理视察 金刚山的旅游区 说要体现自主建设思想 而且朝鲜对于 它经济的统治历史大增 再来看彭博社 自由时报说 哇真的好惨啊 伊拉克宣布史上 最大幅度的货币贬值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个 油价太低了 导致了伊拉克的经济危机 信报以及这个报媒体说 泰国六年来 首次举办的是地方的选举 他信支持的候选人 目前是比较有优势的 香港灵异 以及其他的媒体 都关注到的是 前几天就在传 说印度吃了雄心 暴自胆 他竟然敢向 联合国的车队开枪 那现在印度说 没有这回事 说完全错误啊 信报 看啊 这个又是个坏消息啊 土耳其的医院大火 杀死了十名新冠患者 哇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新岛日报说什么呢 牛津大学禁止 失声链防止性骚扰 这个办法 可能其他国家也得学一学 新加坡联合早报 日本青森县东部海域 发生6.3级地震 日本地震真是太多了 还有香港的信报说 播客报道失实 纽约时报退回奖项 是啊 如果是编故事 那您还好意思领这奖吗 再来看一下星岛日报 以及一些科学类的杂志说 土星木星今天要亲吻了 四百年来最接近 看日落后上演 香港可以观测 那天文爱好者 别错过这个机会 再来看NASA 还有香港01 都关注到什么呢 哇 现在NASA公开了 50幅宝石天体 高清降 这相当的好看啊 因为哈勃望远镜 居然已经有30岁了 哇 时间过得真太快了 路透社 哇 给我们展现了 非常美的一幅雪景 这是美国 但是不幸的是那里发生了暴风雪 我们进入大天世界 一起来看看 今天还是澳门回归祖国 21周年的重要日子 更多的消息 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华聚焦 一起了解 澳门日报 香港大公报 青岛日报 都在关注 澳门回归21周年 青黑城 澳门的特首说呢 市民可以选疫苗 哇 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知道呢 在这次抗疫过程当中呢 澳门的成绩是很不错的 那么澳门取得了很多好成绩 它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啊 人心回归了 国家认同感超过95% 又是创下一个新高 所以呢 澳门民众可以共享丰硕的成果 而且呢 对于今后啊 和祖国同频共振 也有更好的一个信心 香港在这方面 好好学学澳门吧 再来看大公报哈 粤澳健康码 互认通关3810万次 我刚才说 香港好好羡慕 羡慕澳门 向它好好学习吧 包括这个通关 香港到现在呢 和内地之间 也没有一个自由状态 这对于香港的经济 和市民的生活 打击都是很沉重的 再来看文汇报呢 哇 你看看啊 现在是超市 街市 就是香港人 去买菜的一个地方呢 人流也比较多 所以呢 又是冬至 又是圣诞节啊 专家建议呢 大家还是别扎堆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社交距离 香港青岛日报 哎 这个消息还不错 港大货 私人投资10亿 设香港首家 疫苗生产厂 那无论是这次的新冠疫苗 还是以后呢 还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些病毒 那香港呢 有机会来自产疫苗 并且香港制造 还是一个金牌 口碑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这是今后香港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香港经济日报信报说 哎 这是中国卫健委啊 这些专家们说 国产疫苗的保护期呢 超过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已经有超过百万人都接种了 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香港经济日报说 哎 中国大陆扩大了补贴半导体企业 所以呢 台场大震撼 他们紧张了 香港经济日报 中心经委说 发改委讲了 前瞻性防范 金融分析 风险是特别有必要的 的的确确啊 这也是明年九大任务之一 还有其他的任务就是 要扩大内需 稳宏观经济 路透社说 继蚂蚁之后 京东的金融 陆金锁等平台都紧急下架了互联网存款产品 这是他们自主的 我觉得好 因为存款让大家安心 如果有风险 那就下架吧 好 更多资讯 进入今天的中华素报 香港经济日报说 经外商投资审查 剑纸军工金融服务 这也是对美国没完没了制裁 中国企业的一个回应 香港文汇报 北大研究深圳的创新 引领内地城市 证券时报 香港信报说 现在深圳修法倍增 QFI及QDIE 也就是说 外商投资 以及国内投资方面的一些额度 越来越大了 深圳现在着力打造三大金融中心 信报 经济日报 香港媒体关注到了什么呀 义乌 现在小企业呀 纷纷抢购发电机 因为呢 他们要赶工啊 你看看年底是他们最要出活的时候 不能停电 中国时报 旺报都关注到的是 中国大陆研发了超材料 所以歼20的隐形力升级 而且歼10歼16 今后的隐形能力呢 都会越来越好 解放军2021的新亮点呢 就是空军要继续大发展 文汇报 旺报 关注到的是 你看看大陆设三支舰 明年的楼市要偏紧 一个是严控的货币 不能乱贷款 再有就是建筑用地 不能随便的扩张 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房住不炒 深圳的豪宅万人抢购啊 深圳的购买力实在是太强了 我今天还想跟大家聊一个事 让人挺气愤的 就是特朗普这个人实在太说谎了 诶 谎话 误国 具体怎么回事 进入今天的焦点评论 我好好跟你聊 一般来说说谎啊 就是骗钱 要么就是骗感情 你知道吗 有人的谎言 他可以要命啊 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最近一段时间呢 美国有一个政治事实的网站啊 他评出了年度谎言 这个网站每年都会评年度谎言 今年的谎言实在太多了 但他筛来选去呢 最后就说特朗普曾经淡化疫情 在美国的一些状况 包括呢 抗疫不力 抗疫不力 这绝对是最大的谎言 就把他给选出来了 确确实实实啊 你看特朗普的这个谎言 绝对是祸国殃民啊 有31万以上的美国人 在疫情中已经丧命了 并且呢 特朗普对疫情的那种 不专业 不科学 不尊重专家的态度 到现在还在给拜登抗疫呢 留下了很多的 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 你比方说 有的美国人都不愿意 把必须的口罩给戴起来 再说了 撒谎有用吗 一点用没有啊 尽管特朗普的自我评价 非常之高 他有的时候把自己比成林肯 林肯可是在美国历史上呢 多次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个领导人了 但特朗普呢 他已经被纽约时报给定性了 定他为最差总统 除了我刚才提到呢 他已经导致31万以上的美国人 不幸的丧生 你想想他经常用国家安全 这四个字来对其他国家进行抹黑 你比方说中国啊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一些网站被黑了 对不对 特朗普就说 为什么大家不认为这是中国干的呢 我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 你这不是胡扯八道吗 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你只不过是在想 拜登1月20号入主白宫了 在此之前 我继续给中美关系挖一个坑 买一点雷 那再有啊 特朗普不是非常希望吗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啊 全是顺差 美国觉得自己和中国做生意 一定要赚便宜 可是啊 就在他的这个任期里面 出现了中美贸易之中最大的一个逆差 还是在他对中国 适用了那些关税大棒之后 所以一点用都没有 他还被牢牢的盯在了这个历史的持五柱上 他就是一个最差的总统 到现在啊 这个最差的总统还是不想离开白宫呢 啊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给拜登的赢来抹黑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想让自己呢 在白宫多赖一段时间 可这样呢 只会真的 让更多的美国人看到特朗普 他的道德底线有多么的低下 说谎 还是他很多很多不称职的 只是真的是小小的一个部分 那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特朗普有太多的不专业 太多的不敬业 他完全把个人的利益呢 放到了美国的利益之上 他是说过 让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 美国优先 结果是怎么样 他的美国优先 其实是特朗普的优先 因此啊 谎言一点好处都没有 特朗普你就是最差总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次祝大家冬至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为您有报天天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